澳洲執政黨換屆 工黨上台對澳元有何影響? 大家好,歡迎收看ACY證券今日市場分析 我是你們的分析師Peter 對澳洲投資者而言 這次澳洲大選無疑牽動著許多人的目光 上週六大選日結束 工黨與大比分領先自由黨 幾乎可以肯定工黨將成為澳洲的多數黨 現任總理莫里森無緣連任 工黨魁首阿爾巴尼斯將接任澳洲總理的職位 然而政黨的換屆總會帶來政策的動盪 又恰逢全球經濟萎縮 澳洲的投資市場又將展開怎樣的腥風血雨 市場首先關心的 必然是工黨將如何處置物價上漲的問題 要知道澳洲目前的CPI通脹率已經高達5.1% 雖然作為自然資源的出口國 通脹的壓力的確遠低於其他歐美國家 但物價高漲仍然是民眾的心頭之患 對此 阿爾巴尼斯的解決方案主要集中在提高就業供應方面 通過移民、教育、托兒以及最低薪資等多方面的政策改動 意圖增加勞動參與率並降低職位的空缺 不過增加就業供應並非一蹴而就 短期內反而可能會提高通脹的風險 從而令澳洲聯儲的加息預期再度提前 因此對於澳洲股市來說可謂是好壞參半 與此同時中澳關係也是市場關注的重點 自從疫情以來兩國關係急轉直下 各種貿易限令令澳洲很多出口行業苦不堪言 葡萄酒莊紛紛倒閉 代購行業遭受重創 除鐵礦以外的材料出口也略有下滑 工黨上台後能否改善緊張的局勢 恢復自由貿易將直接影響到澳洲未來的市場發展 雖然阿爾巴尼斯目前還沒有正面回覆這個問題 但市場的期待早已先行入場 就在今日早盤伴隨美元的回落 鐵礦石等金屬類大宗商品價格大漲 澳元與澳洲礦業股價同時高開高走漲勢驚人 隨著美元多頭耗盡 這樣的強勢行情很有可能才剛剛開始 從澳元對美元小視圖來看 200均線形成拐點開始轉向上行 導盤的大漲令澳美上穿0.705關鍵頸線阻力 令底部反轉形態成立 指標方面經過持續一周的整理 鱷魚線重新向上開口呈現多頭排列 K線上穿了0.705和0.707兩個上分型的集中水平阻力 多頭動能已經開始釋放 CCI趨勢指標小幅突破正義百線屬於多頭形態 還未釋放超買的信號 整體來看 教育策略可以採用短線粉底做多為主 線下下方的支撐則要看0.705到0.707區間 需要注意 澳美四小時圖已經形成了多重底部形態 釋放中線看漲的信號 值得交友者關注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今日關注數據 英國央行行長貝利將於今日發表講話 需要重點關注 以上便是今天的全部內容 感謝大家的收看